却山发现汉代107国道,水井内的这个装置,让考古人员那么冷。 不满车折痕迹的汉代官道,恰语驻马店107国道部分重叠,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,一言,文,河南省文武考古研究院工图。 核心提示作为中原地区延续千余年的郡治县制城址,驻马店和朗陵故城遗址考古发掘情况,历来备受瞩目。 昨日,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发布考古发掘情况,时的一提的是,始于东周,新于两汉,废于隧的朗陵故城文化曾堆积较后,出土龙物较多, 在集水井遗迹中,发现的陶瓦连接而成的立柱,在河南还是首次出土。 它的具体用途,你知道吗? 关键词,小城首次确认,形式朗陵故城,仅0.4平方千米。 朗陵故城遗址,位于驻马店市雀山县城南20公里镇电镇境内,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,于2016年10月开始发掘,至今共完成发掘面积4060平方米。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朗陵故城考古发掘工地负责人周润山说, 现场勘探显示,历史上昭明的朗陵故城城值其实并不大, 堪称称秀珍,该移植总面积,约0.9平方千米, 其中朗陵故城面积,仅约为0.4平方千米。 豪古发现朗陵故城的平面进梯形,四面均有城墙, 长度分别为370米、450米、820米、860米,墙积宽10到15米。 同时,城墙四周各发现,有一个依次城门的缺口,缺口长10到15米, 宽10到12米,城墙外有一条环绕城墙一周的壕沟,宽9到17米, 深4.8米建水,城内外还发现有一次关属区, 建筑极致的夯土区八处,野铁遗址一处,灰坑53个, 景十四眼,勾两条,摇至一座,路四条。 周润山说,这种发现说明,朗陵故城虽然不大, 但城墙,故城和军有,可谓麻雀虽小五藏俱全, 出土的陶瓦套车立住关键词, 要到区域政治中心历时千余年, 旱在107国道就在雀山。 朗陵故城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, 先后被制为尹川郡,朗陵县,朗陵县, 并有多个朝代多位高官, 被皇帝册封于此, 赐为朗陵侯,朗陵宫, 从春秋战国开始, 直到随带县制, 前至现在却善县城为止, 该城都是郡制,县制所带地, 据周润山考证,这个期限长达1300年。 这个弹丸制地持续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历史如此漫长, 原因何在? 好古人员认为, 其主要原因就是这里居交通要的道, 区域重要。 朗陵故城位于淮河一泻, 平原与山地交界, 针头河,与汝河交汇处, 又被107国道南北向穿过, 东距金广铁路也仅约三公里, 这种交通, 区域的优越, 与文献中的记载也很吻合, 为天中傲区, 远控京乡, 近衣晚落, 与汝碎各界, 让地相接雅错, 行圣天成。 好古发掘发现, 这里的道路叠压较多, 车车重复痕迹多, 部分还有规模宏大的路边沟, 说明这里的道路不仅繁忙, 而且规格较高, 在已发掘出的属于汉代的两条道路中, 其中一条几乎与107国道重叠, 位于国道旁的带拓宽区域, 堪称目前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107国道。 它的开口在叠压的第三层之下, 路面有多层, 路宽4.4米到5.2米, 向南一直延伸, 好古发掘揭路长度252米, 路面有烧土面和灰褐色路土, 路面上还残存有较深的车车痕迹, 部分车车内, 垫有大量碎桃片和碎石子, 车车深约15厘米, 而这里最深的车车达到35厘米。 该考古项目的领队,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认为, 这条古道因为汉代关道, 相当于当时的国道, 与现在的107国道, 在国内交通中的地位相当, 它可能是2000年前最繁忙的道路, 对于研究汉代关道的规划建设, 道路修筑维护技术, 以及汉代车辆建造等具有重要意义, 路面超厚, 车车内, 便有大量的碎桃片, 碎石子, 碎砖块, 红烧土块等, 证明这条道路使用频率比较高, 经常被维护, 而维护使用的材料, 通常是就地取材, 周润山说。 水井中的桃瓦套和立柱关键词, 一团特殊的桃瓦立柱用途, 暂时沉迷周润山说, 现有的发掘情况, 已充分体现了朗陵固城遗址文化堆积后, 遗迹现象复杂, 遗物丰富, 时代跨度涨等特点, 发掘至今, 豪谷人员共清理东周, 两汉及清代时期的灰坑, 灰沟, 水井, 道路, 房基, 陶瑶等遗迹286座, 其中灰坑224座, 灰沟25条, 灶4座, 房基2座, 水井12岩, 墓葬15座, 道路3条, 石器水渠一段, 陶盘水设施, 一处及陶要质2座, 同时, 豪谷队还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青砖, 铜瓦, 板瓦等建筑材料残块和陶, 灰, 盆, 湖, 豆, 增, 以及陶拳, 仿轮, 石旧, 磨石, 铜锄, 铁剑, 铁叉, 铁掌, 铁掘等生活用品和乙笔, 五珠, 货拳, 大拳五十等铜钳小剑标本近400件, 目前, 朗陵故城的古陶器排水管道, 古野铁医植等, 军被发现并初步皆是, 但在一处水井内发掘出的一个特殊装置, 却让考古人员那门。 这个特殊的装置为立柱形, 上下共有五个圆筒样的陶瓦, 互相连接而成, 每节陶瓦内直径约8厘米, 总高约1.5米, 而且每节陶瓦都有嵌入另一节陶瓦的套格式结构, 使得这个陶制的长圆筒状立柱的密封性更好。 这种立柱曾在山东出土过, 但在河南发现还是首次, 我们经过多次研讨, 有猜测说是水管, 有猜测说是压水井的部件, 但都不能圆满解释, 请教考古界同行后, 目前都还没有让人信服的说法, 周润山说, 希望随着下一步发掘, 这种装置的用途谜团能被解开。